主席各位同仁,我们请罗部长 罗部长请 段委员早 部长,我还是要从上个星期六 法务部的新闻稿开始跟您请教起 这个上个星期六法务部发了一个新闻稿 叫做自己错了还怪人 那么因为这里面指批评的对象 包括本院的委员 有一些确实的状况要跟您请教 那么在第二段 您提到说徐永明等立委 及一些名嘴 名嘴我们就不管 徐永明等立委 一听到大陆要扮台湾人 就不分青红皂白 强要政府救人 那么您这个新闻稿里面 这个情绪性的字眼我们就先撇开不谈了 但是徐永明等立委 除了本院的徐永明委员之外 等立委还包括哪些人 我今天不想讲 因为我不想扩大争议 我觉得争吵这些事情没有用 我不想对人 我想对事 部长对不起喔 可不可以请委员我们在这边讨论事情 不要针对个人在制造情绪对立 我没有制造情绪对立 因为你要把人讲出来 就变成要在一对一的 这个是法务部的新闻稿 那么法务部的新闻稿 自然点出了徐永明等委员 那等委员一定还有其他的委员 我相信这里面没有我 我等一下会说明为什么没有我 但是呢 这个等委员到底是谁 法务部既然用机关的名义发了新闻稿 那么做了指控 就应该有义务 要向我们说明 你们到底觉得这些等委员是谁 请委员看会议议事录 凡事有要我们赶快抢救人的就是 所以徐永明等委员要求 这个不分青红皂白 强要政府救人 这是指的是肯亚还是马来西亚 两边都是啊 两边都是 所以只要有希望 政府赶快去把人救回来的 就是不分青红皂白 我不是说不要救人 请委员我们讨论事情最好能够深入 我只是要了解 我想委员要了解的话 要了解我真正的意思 我不是说不要救人 而是说要思考头 这个不是你的意思 这是法务部的意思 这是法务部的新闻稿 我的意思是要深思熟虑之后 再决定要不要救人 如何救人 谢谢啊 就是说您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说 没有深思熟虑 就提出要求要把人要回来 这个救人就是把人要回台湾嘛 也不是说就无罪啦 就是要经过台湾的这个调查审判嘛 对不对 很快叫回来 那么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哪些人 你觉得 我觉得还没有经过充分讨论 还没有经过充分讨论 所以即便外交部 即便陆委会都充分多次公开的表示 要把人要回来 这个不算经过充分讨论 所以您说的充分讨论是要跟中方充分讨论 这是第一个 不是 包括委员 这样子就要又再制造对立 我们又从来没有说跟中方讨论 那你说的讨论是跟谁讨论 我们自己内部要分析 好这样做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 法务部跟外交部 在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 到一直到我看上个礼拜 这个包括行政院张院长主持的会议 15号主持的会议都要求说 要去把人带回来 这个是没有经过充分讨论吗 法务部的意见一直都是要先掌握 我问的不是法务部啦 我问的就是说 行政院的这个态度 因为我看委员的态度 跟行政院态度没有什么不同啊 就是要把人带回台湾 接受调查审判 那行政院也是这个态度 行政院一直到这个事情 最近的态度都还是这样啊 报告委员 所以行政院的态度 我不问法务部 我问法务部的批评 这个批评对立委的批评 立委的态度 虽然措辞可能跟行政院不一样 但是态度基本上是一样的啊 蓝绿的委员 我看态度差别也不是很大 好我们再看第三段 法务部一面努力说明 一面积聚与大陆联络 还没谈出结论 人就送回来 这个指的是马来西亚 人就送回来 意思就是说 法务部有在跟中国的公安部在谈 怎么样处理 在马来西亚这52位 主要是想跟他们要证据 主要是想跟他们要证据 是啦 那所以还没有谈完 人就送回来了 人是中国公安送上飞机的吗 不是啊 那是谁把他送上飞机带回来的 马来西亚 是马来西亚送上飞机 那所以他们就自己坐飞机回来了 他是把人送上飞机 还是交给我们的刑事警察局 来我们请 这个刑事局叫做继副局长 继副局长在吧 继副局长请 继副局长你们把人带回来 是行事警察局带回来的 还是他们自己送上飞机带回来的 在带回来之前 你们知不知道人被送回来 谢谢委员 跟委员报告 这20个人是被马来西亚的 那个移民局驱逐出境 对 然后送到飞机场回来 送到飞机场 那你们的人有没有在飞机场接 没有 我们都没有在飞机场接 所以你们的人 我们是被迫在机场 要接这20个人对不对 我们是在桃园机场 在桃园机场接 接到这20个人 我们收到通知接到这20个人之后 现在重点来了 接到这20个人之后 没有任何的卷证 只有人送回来对不对 那所以呢 中方违反过去的惯例 没有把卷证付 所以他不是把人 这是马来西亚的移民单位 把人遣送回来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20个人 他们到底犯了什么法 对不对 没有错吧 所以我们要求说 你赶快要去把卷证 带回来 这个部分的态度 跟法务部是一致的 对不对 罗部长没有错吧 是我们希望他证据先来 扔过来 那我现在要请问说 建国人一片骂声 这些立委又把责任 推给法务部 那接下来第四段 这些立委 又是哪些立委 除了徐永明之外 我知道徐永明 跟你们发生了冲突 那自然是这些立委 就不只徐永明 还有其他的人 那这些立委 见到台湾社会 看到说 在机场就把人放走了 社会就批评了 这个批评的对象 可能是包括要求 把人带回来的立法委员 包括行政院 包括法务部 那这些立委 又把责任推给法务部 这些立委指的是谁呢 报告员 凡是有骂的就是 我现在就不是不想 凡是有骂的就是 委员一直要把我导向 跟人的冲突上 拜托委员 不要再这样了 罗部长 你不是你拜托我 而是法务部在发 这个新闻稿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讨论事情 不要一直针对人 要把人挑起来对应 因为我搞不懂 我搞不懂你到底指的是谁 你不需要搞懂 我为什么不需要搞懂呢 你们法务部发的新闻稿 对不起 法务部的 法务部是调查犯罪 你侦办犯罪的时候 你就应该把市政搞清楚 我没有侦办犯罪 这不是侦办犯罪 那我请问 法务部也没有侦办犯罪的权利 好这些立委一边痛骂大陆 制造对立 激发仇恨 一面要向法务部 要法务部向大陆索取证据资料 一面说大陆证据不具证据能力 好大陆的证据 具不具证据能力 我们先不管 但是我要请问 这些立委一方面要向大陆 要法务部向大陆索取证据资料 一面说大陆证据不具证据能力 是谁提过大陆证据不具证据能力的 有人讲过 哪一位 我私下跟你讲 我不要在这边制造对立 私下你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是顾立雄委员 他有质疑过说 那个案子 那个判死刑那个案子 我只找到这个资料 可是顾委员 顾委员 如果我理解没有错 顾委员没有对于马来西亚这个案子 有过批评啊 他没有说要 法务部向大陆索取证据资料 我至少没有听顾委员这样讲 所以你前面的指责 说一面跟后面说一面 一面向法务部要大陆索取证据资料 这个是向我 我就有 对不对 这个是你们也要向大陆 这个一面 就是说这个跟你们态度是一样的啊 所以你们本来就打算跟大陆索取证据资料 没有错吧 马来西亚的案子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求你们去跟大陆索取证据资料 这个立场跟你们是一致的 这个没有错吧 那你另外这个罪呢 就是说一面 就把我们跟你的立场一致这个 又打了一个耳光 说你们不可以一面要求我去要证据资料 一面又质疑大陆的证据资料 的证据能力 那这个质疑大陆证据资料 证据能力的这个立委是谁呢 是不是顾立雄 如果你说不是顾立雄 那你请说是谁 那如果是顾立雄的话 顾立雄好像也没有公开发言 虽然说他 我相信他的立场跟你一样 跟我一样 他也没有说要你们去要证据资料 至少在今天之前是没有的 在你发新闻稿之前是没有的 所以你这个指控哦 你把是不是把两件事情 逗在一起 你把顾立雄 跟徐永明 跟段一康 这是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场合 发表了不同的言论 你就用一个这些立委 就框起来了 如果说 我们的地检署 办案都是像你这样的话 报告我们不是在办案 报告委员 哦那好啦 那我不要说办案 我们说我们在做指控 我们在做指控的时候 如果都可以这样 叫这些立委 这些立委可能都有不同的言论的表达 有的立委表示这样 有的立委表示那样 有的立委在这一点跟你不一致 有的立委在那一点跟你发生冲突 有的立委在这一点虽然跟你发生冲突 在另外一点其实跟你是一致 但是你用这些立委就把大家 就是要叫做一膏子打翻一船人啊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帮你整理一下 马来西亚这个案件 从4月15号 从时代力量 开了记者会开始 时代力量的 我找得到的 时代力量的黄国昌说 这个时候法博部陆委会外交部 跟整个行政团队要上下一心 不要出现过去内部不同调的情况 这个我听起来好像也还好 民进党的刘兆豪在4月16号媒体的报导 他说打击犯罪不能让 让渡国家司法主权 两岸应在平等尊严的情况下 合作打击犯罪 不是从第三国或第三地机场直接把人带走 因为马来西亚的案件 没有在立法院的委员会变成议题 所以通通是在媒体上看到的 好比较跟你冲突比较激烈是徐永明 这个我就不用再引述了 然后接下来呢 有林维洲 在4月16号苹果日报林维洲直呼傻眼 说只已知海外犯罪也有中国人受害 却反国就会放人 这个林维洲指责的对象 有可能包括法务部在内 有可能 他这件不见得是指责啊 所以林维洲是善意的批评 那王定宇说 王定宇说 法务部只会双手一摊了事 相当失望 所以王定宇的就是指责 林维洲的不一定是指责 然后呢 叶宜金 叶宜金委员呢 说两岸应该共同打击诈骗犯 应该借管道向对岸释出 解决任何犯罪的诚意 然后除了媒体上看得到的 除了这些委员之外 我没有看到 其他的委员对这件事情 发言的态度 是哪一点犯到的法务部 除了徐永明 徐永明可能发生 跟你直接冲突了 但是你就用徐永明等委员 那我不晓得徐永明等立委 然后扣上了很多的罪名 我们如果来看你的新闻稿 叫做不分青红皂白 叫做这个 叫做什么 痛骂到制造对立 激发仇恨 我觉得 然后你的结论说 这类操弄民粹的作风 真的会害惨台湾 什么叫做操弄民粹 操弄民粹就是没有不讲道理 然后只会让大家激起情绪 可是我今天都在跟你讲道理 因为你今天对我们的指控 我希望你能够讲出一个道理 你的道理是什么 当你说徐永明等立委 这些等立委在场的 这个所有的或者不在场的立委 都被你有可能框在里面 你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务官 今天不管第一局还是第九局 你应该负责任的 代表法务部 把你要指控的对象讲清楚 这才叫勇敢 而不是你画一个框框 把所有的人都框在里面 这个坦白说 真的是很不公平 这个比较接近操弄民粹 因为你去激起大家对这些立委 这些立委都不晓得是谁的恨意 我给你看一个我在这个事情发生 这个事情发生我从来没有对外发言 从来没有 我只在脸书上写了一篇 这个文章 来 麻烦把这个文章给部长看一下 这个文章 我不晓得你看过没有 这个文章 通通都在帮法务部讲话 通通都在帮警政署讲话 这篇文章告诉大家说 因为没有任何的卷证来 所以检察官面对这样的状况 除了放人之外还能怎么做 是啊 我如果早一点讲就好了 什么叫早一点讲 在放人之前讲就好了 对不起哦 我在放人之前 我怎么知道是怎么样的状况 你这样讲是很不公平 我一再强调 你这样讲是很不公平 我一再强调 我这篇脸书 是在星期六的早上 9点37分发的 9点37分 星期六的早上 是在你发这篇新闻稿之前 早在你发这篇新闻稿之前 是大家还在对法务部 一片骂声的时候 我是指说在人回来之前讲就好了 我在发回来之前 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 我是神仙吗 你分析了说他回来会没有卷证吗 你们明知他回来会没有卷证吗 你们在什么时候 你们在你在什么时候分 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分析给我们 我们说一再强调 在什么时候分析 必须要跟大陆商量好怎么处理 不长对不起哦 你在什么时候告诉我们说 如果马来西亚的人被放回来 是会没有卷证 我们一直说 在什么时候 我们我要调资料来看看 所以你还要调资料 我跟大家讲哦 你们不要一直要逼我们去要人 我们把人要回来哦 会没有卷证 所以我们应该要跟大陆把事情谈好 才会有卷证回来 你什么时候告诉过我们 我没有背注我自己讲的每一句话 但是我这个意思 我一定有讲到不来 你今天在司法法治委员会 对不起我又站了多时间了 我只要求一点 好那没关系 我们今天上午会议 不会结束休息前 请你把你在什么地方提过这件事情 说马来西亚的人如果要回来 在他回来之前 你对外公开讲过 或者对立法院哪一位委员讲过 说如果人回来 卷证这样回来 卷证会回不来 你如果讲过 我没有说卷证回不来哦 我只是说要 应该要先谈好怎么处理 人在决定怎么处理 其实意思就包含了这个意思 意思就包含了 所以我们就应该要知道 我们就应该要知道说 你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 这基本法律常识 大家我是讲的都知道 部长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们不会就这样结束啦 好不好 我们今天会把它谈清楚 谢谢